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Yours AI技术学堂 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被这些超有趣的粘图特效视频和图片刷屏呢 那不管是在小红书上还是在抖音上面 到处都是这种效果 短短的48小时内呢 相关的帖子就猛增上万条 看看这个粘图特效呢已经达到了上万的点赞 那这个呢是它的原图 那这个是它的粘图特效 那真超萌超可爱 那甚至还有的人呢 已经利用这个商机开始赚钱了 那这个丑萌丑萌的 AI特效到底是什么呢 怎么做的呢 有没有免费的方法 今天小鱼呢就来给大家解答 新近来的朋友呢还没订阅小鱼的频道呢 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啊 你就不会错过小鱼的每一期视频 那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个AI连图特效是啥 那从这张图片当中呢 我们能看到那它是一款叫做RAMILY的一个软件做出来的 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RAMILY 下面是它的一个logo 那这个也有RAMILY 不是真的用粘图捏出来的 不是小朋友玩的那种粘图 那这款软件呢 从日本活起来的最开始呢它是拿来做一个修复老照片的 修复图片之类的 但粘图滤镜这个功能呢最近呢特别的受欢迎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图片呢 虽然呆萌呆萌的啊但真的超级可爱 那就这样呢就活起来了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好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小鱼呢也是一个好奇宝宝啊忍不住下载一个来试试看 那如果说你们也想试试看呢 我可以教你们怎么样操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软件呢现在只有苹果手机可以用 安卓手机用户的话需要在谷歌应用商店下载 而且虽然是免费下载的 过完一周之后呢就要开始收费了 那后面的话再给大家讲一下价格 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RAMILY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拿手机给大家操作 我是苹果手机 那首先我们找到这个APP下载 我们点击右下角这个搜索 在这里搜索一个RAMILY 把键盘切换到英文字母 这里呢是一个RNNI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一个搜索 那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是第二款工具啊 这个人工智能修图 那这里呢我已经下载了 如果没有下载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我已经下载好了我直接点击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点击开始试用 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点一个全部接收并继续 这再点一个继续 这里再点一个继续 这里他要访问我们的照片 我们就允许访问 然后这里你的性别 这里的话可以随便选一个直接点进去 点这个箭头符号 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连图风格了 我们再点下一步 再接着往后 那么可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 那这儿写的啊把自己变成年图 这下面写了还不确定的话 可以开启一个免费试用 我们就点这个 那这里呢我们就点下面白色这个按钮 点继续 下面写了免费一周 后面的话9.99 就相当于一周呢 需要68元的一个会员费 但是呢第一周呢是免费试用的 确实这个费用呢是有那么一点贵哈 大家试用呢一定要记得在七天之内把它取消 那你可以打开你的一个APP到订阅里面呢 去取消一个订阅 那不然如果说你忘记的话 那可能七天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扣费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个白色按钮 点击继续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跳出来 免费试用一周 从多少号开始就要收钱 这里需要确认一下 这里看需要付款信息 现在是试用期啊 它不会收费 只有结束了才会需要费用 我们这里要点一个继续 那这里付款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信用卡啊 也可以选择一个PayPal账户 那登录你的一个信用卡 借记卡 那你就可以免费试用七天 所以再次提醒 一周之内 如果不用的话 一定要把它取消 不然的话你的钱可能就会自动跑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来到里面 那鼠标往下滑呢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连图风啊 非常的可爱 这里这一排 各种风格的都有 太可爱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点进去 选择一张我们的照片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我的上传一个自拍照 可以看到这里正在上传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看啊 这也太可爱了吧 丑暴了 这个是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没有处理之前的 这个是处理之后的 那我这里先下载 我再换一个风格试一下 那这个下面呢就有一个风格啊 下面换一个这个风格看一下 太有意思了 虽然说丑 但是它确实是非常的可爱 丑萌 丑萌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必须保存 那我再换一个看一下啊 试试 它的夹载可能二三十秒的样子 趁着有一个星期的免费 大家赶紧来试试 好好好 这个太丑了吧 那我还是要保存一下 这里再给大家尝试一个风格啊 我们试一下第二个 这叫连土风格 连我女儿都知道 这个最近非常的火啊 难怪啊 真的 大家都刷爆了 这个可以啊 太可爱了嘛 这个必须要下载下来 OK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啊 非常的方便啊 你只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你就可以选择 不同的一个连土风格 不得不说啊 真的一张笔一张丑 哦 你个天 真的是一张笔一张丑 这是哪里来的老太太 这个给大家再试一下 本来还想给大家试一下 其他的风格啊 连土风格 但是呢 他说我今天已经达到上限了 那明天再来吧 想玩的朋友啊 赶紧去试试吧 真的太可爱了 这张是最丑的 那么他这里除了一个连土的特效啦 那我们鼠标往下拉 我们把手往下拉 可以看到里面还有其他的很多风格 这里面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里面可以看到啊 他有不同的风格啊 除了一个连土风格啊 他还有其他的风格 比如说刚才有一个玉的风格啊 还有一些动画卡通风格 那上面这一排呢 就可以看到是刚才小鱼生成出来的 我只能说又丑又可爱 这里呢 包括他的主页 还有很多生成特色头像和视频的玩法 那大家如果说下载了的话 可以一起玩一玩看啊 但话说回来 这个呢 Ramini呢 确实有点贵了 所以这里呢 小鱼呢 也为大家找了另外的几个APP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虽然他没有这个连土的风格啊 的效果这么好 那但是也能做出这种连土效果 这里我们关掉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美图秀秀 我们打开美图秀秀 那美图秀秀 现在这个滤镜呢 它是免费的 那如果说效果的话 肯定比起这个 这个效果要差一点 那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顶上输入一个连土特效 这里就跳出来了 可以看到 搜索一个连土特效 那在这个图片的下方就能看到使用配方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使用配方 选择一张图片 点击开始处理 那这里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 可以看到下面它正在加载 OK已经好了 这个效果看起来其实也还不错 虽然说比起那个Ramini呢 稍微差一点 但是这个呢 是免费的 我们 做出这样的效果也很不错了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这个试一下 那这个还挺可爱的 换一个试试 这我们再换一个试试 这里面连土风格还是蛮多的 试一下这个 那这个呢 美图秀秀上面的这一个连土风格 它其实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AI模型 生成出来的一个风格化的图片 这个其实也还不错 这个呢就是一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美图秀秀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呢 说到一个绘图呢 怎么能少得了一个密尖里呢 那密尖里呢 也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的话 我也教一下大家如何操作 这里呢我们打开一个密尖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已经做出来几张了啊 真的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密尖里做出来的效果更好啊 这个连土风格 那我教一下大家如何操作吧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找几张图片 把它喂给一个密尖里啊 大家可以到一个 那你可以直接到小红书 找些年图的一些图片 那比如说这个你把它放大啊 那你可以一个 8件加A这里呢 直接把它截图啊 把它喂给一个密尖里 那你觉得哪一张可爱呢 你可以把这些图片全部保存下来 保存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到下一步 我们打开密尖里 在这里呢 直接点击一个加号 上传文件 那你可以把你保存的这个三个图片 都给它选中之后 直接点打开 三张图片都跑这里来了啊 可以看到已经 那这样并没有把它上传上去啊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双击Enter键 把它发送 那这里呢 我们就拥有了三种风格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事情 点一个斜杠 Discord点第二个 在这里啊 上面可以看到有两个选择 我们点第一个 上传我们的图片 同样点Enter键双击 那这个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图片呢 帮我们写出四组描述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制作一个粘土风格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还是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Image 先把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图片呢 把这个链接给它复制进来 我们先放大图片 在浏览器中打开 最顶上这一排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图片链接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Counter加A 在这里呢 我们粘贴到这个Plant后面 这里需要空格一下 接下来呢 这上面的提示词呢 我们可以任意的 在这里先选择一组 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这个Plant后面 图片的一个链接后面 那这后面这个 我们先把它删除 参数 常观笔先不用 这里复制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复制几个 联图风格 联图的一个链接 这个时候其实要用到 我们的一个CREF参数 那这个CREF参数呢 它就是一个以图生图 可以同时还可以控制风格的 一个参数 那么看个上一期小月 这一期视频呢 大家应该了解一点 这个CREF参数它可以 控制一个风格 可以统一一个风格 感兴趣的伙伴 可以来这里看一下 小月这一期Mijery的教程 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输入一个 --CREF 然后这里再控格一下 接下来就要输入 我们一个图片链接 同样还是要在 游览器中打开 粘贴最顶上的 这个链接 把它粘贴到这里 再控格一下 我们第二张图片 我们多几种风格 把这个链接 粘贴进来 再控格一下 第三张图片 在游览器中打开 这里链接粘贴一下 在这里再控格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要用到 我们的一个 摊数了 这里输入一个杠杠 先是一个风格 这里我们用一个 Lig6的一个风格 一个动漫风格 一个NiG 控格一下 输入一个6 这里再控格一下 需要输入一个风格参数 那这后面呢 再输入一个杠杠S 输入一个50 那我们的这个提示词 又哪几部分组成呢 我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图片链接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 根据这个图片生成出来的 这个提示词 那么第三部分呢 杠杠CREF下面这三个链接呢 那就是刚才我们上传的三张图片风格 上传的三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那最后呢 一个结尾呢 就是一个版本 一个风格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提示词 那这里我们直接点一个enter键 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超萌超可爱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丑 非常的可爱 这个链土风格真的会上映 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漂亮 这呢我又换了一组 换了一组图片的提示词呢 又重新生成了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它做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是可爱 它不像刚才啊 那是丑 丑萌 那么这里呢 大家可以放不同的一些 美女图片啦 男生图片啦 来进行一个尝试啊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那前面呢 给大家看过几款软件啊 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软件 这里刚新进来的朋友 没有订阅小月儿频道的 记得订阅 点赞 并开启小铃铛 那这儿给大家推荐的 集合了 Cable Devotion 各种模型的一个网站啊 它的名字叫 海逸 那这里呢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 那在它的主页 首先看到的呢 你就能看到一个 脸图滤镜 那么它的功能很多啊 有玻璃滤镜 AI模特儿四一 AI换脸 纹身图 图片增强 图像增强 那接下来我们就试试啊 其实小月儿已经试过了 真的这个真的是 臭爆了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啊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 请选择图片 这里你可以任意 选择一张图片 再找一个美女看看 点击下面这里有一个创作 在左下角 AI生成中 这会儿可能使用的人有点多啊 等待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那趁着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我们看一下刚才几款APP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是密经理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太可爱了 这个可以看到 它下面的logo就知道啊 这个REMELY生成出来的 那这个也是REMELY 风格不一样啊 那这个也是啊 这是一个玉的风格 啊 这个这张真的 我觉得非常不错 这个是美图秀秀 做出来的 美图秀秀的效果稍差一点 这是最丑最丑的一张啊 你们可能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海一啊 我刚才的这个APP生成出来的 太丑啊 就看它到底能有多丑 那咱们对比了几个工具 生成的黏图风格呢 说实话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REMELY 它的一个细节 和整体风格展示 更胜一筹啊 那如果说你精通一个 Sable Default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下载一些 专门的一些黏图模型 也能生成出来一些超级棒的 一个黏图效果图 现在呢 其实我们就 那视频看到这里 朋友们 你们应该已经掌握了一个 生成黏图风格 图片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它的玩法呢 远不止这些 那现在呢 有很多人呢 他已经把这个黏图 生成视频了 而且呢 还直接冲上了一个 抖音的一个热收板 播放量呢 也非常的高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制作的一个黏图的一个 视频的一个特色玩法 也是用的是一个REMELY 一个制屏定格动画 超级可爱 那还有这个呢 把明星也做成了一个 黏图动画 前方高能看一下 变成这样子的 这个也是一个定格动画 现在有了AI 人人都可以 制作一个动画 定格动画视频 如果说你自己 有一个创作能力的话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照片 或者手绘稿篮来制作 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些人呢 把这个黏图风 做成一些Vlog 一些生活化的一些Vlog 可以看一下 既有这种生活气息呢 又有一个黏图特色 看一下这个小哥啊 他把这个生活和这个黏图呢 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这里呢 还有人把一些明星啊 也做成了一个黏图版的 这个是《红楼梦》里面的 一个黏图 这个是林黛玉吗 太可爱了 这个是甲宝玉吗 这个是林黛玉 那如果说你们也对做 这个黏图类型的一个Vlog 和黏图定格动画 感兴趣的话啊 赶紧去尝试一下吧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在离开视频之前呢 记得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并且呢 可以把它分享 给你身边有喜欢的朋友 那今天的小鱼儿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开启小铃铛啊 小鱼儿会不定时的 给大家更新视频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咯